巴黎奥运羽球金牌好手李洋 今天以国立体育大学副教授的身份 到桃园市府拜访 研讨羽球发展规划 对于副教授这个身份 他说虽然已经聘任两年了 但是呢自己还在熟悉的阶段 另外他也相当的关心 这一回林杰佩出征日本羽球公开赛的战况 得知止步了16场的消息 他说看到比赛内容之后 会再跟王麒麟分享 好来看我准备321 桃园市长张盛正与奥运羽球双打金牌选手李洋开心合照 市长亲自送出Q版公仔 上头还印有巴黎奥运未免金牌字样 今天很高兴可以被受邀来参加市政府 国体大未来在可能在合作羽球上面的发展 国体大与全民羽协陶氏羽伟22号来到了桃园市府拜会 要来研讨羽球的发展规划 只是这回李洋是以国体大副教授 国体大已经聘我大概快两年了 那当然这阵子也当然一直有帮助我们学校的学生 去做一些生涯发展 我觉得副教授的身份 目前当然还是没有这么熟悉 但我希望说我可以在这个职位上 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有他回到我们的这个国体大以后 我相信我们在羽球的推动上面会更有力量 李洋回到校园希望培养更多优秀羽球选手 这也是他的生涯规划之一 至于他的奥运金牌搭档王麒麟 与新搭档邱向杰正在日本羽球公开赛征战 却喜败止步16强 晚点再看一下他的比赛内容 再跟他分享 因为他这两天都有跟我联系 今天刚换一个新当冰激冰会有磨合期 那当然也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李洋强调与王麒麟都有密切联系 即使已经拆伙 李洋还是在背后默默关注 给予支持展现两个人的好交情 记得林朱强桃源报导